人家南投我是妍妍 自由高照我是文杰 我们看一下中华圈的新闻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台湾这方面的一些情况 那么台湾的双十一庆典呢 马上就要开始了 但是有一些争议发生了 对有关于这个事情呢 在纪念中国国家成立就是 中华民国成立106年周年的这个双十庆典要到了 所以呢总统府呢前的这个国庆管理台仍然在施工当中的 但是却遭人质疑就是没有中华民国的这个合国旗 所以呢国庆筹委会 这个筹委会员呢他有说到 大会不可能没有国旗啊 因为还有这个中华民国 目前呢也还在赶公布置当中 所以呢也请这个民众呢 受这个误导的 所以呢有关这个事情呢 呃也有也有在星期一的时候呢 这个国庆集会上的内部 这个内政部的也是有回答的这个问题 有关于中华民国这四个字呢 会在很多地方看到 他说虽然邀请函上都有 至于国旗呢 这个先兵机车林的这个机车上也有 所以呢当天大会现场呢 也会准备一部分的国旗发送出去的 这个是呃 这个内政部的这个华敬群回答的 嗯那么另外呢 其实这件事情呢 是这个国民党这方面呢 台湾的国民党这方面发出了一些质疑 质疑呢 这个国庆典礼前面没有这个中华民国和国旗 那么筹委会这方面说筹委现在正在 呃工程正在进行当中 所以呢过后到最后 韩社会加上中华民国和国旗的 这也是筹委会呃给出的一个声音 但是最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要加上中华民国和国旗的字样 另外的一方面的质疑呢 就是在国庆庆典呢 要发给每个人一些邀请函 这个邀请函上呢 有有的就是因为他不仅仅是台湾哈 呃他有其他的一些国家 就是你包括台湾住马来西亚的班师处 台湾住纽约的华盛顿的班师处 然后在这个邀请函当中呢 有的会写上中华民国的字样 但有的呢就完全没有写上中华民国的字样 所以这样子的事情呢 就遭到了国民党这方面的一些质疑 质疑呢 台湾当局政府 民进党政府有意呢 托去中华民国化 然后去这个国旗化 然后使台湾真正的成为台湾 这样子的一个声音的存在 那么 嗯 筹会这方面虽然有他们自己的一个想法和声音说 有一个解释的理由了 但是也有很 也有很多的人也会想 那么蔡英文政府民进党政府真的有没有这样子的一种想法呢 这也是 呃 相信很多人 呃 不同人也不同的意见哈 因为呃 蔡英文呢 他本身呢 其实在民进党这方面还是蛮想使台湾成为一个独立的一个政体的存在的 那么 他也完全就是慢慢慢慢的使台湾趋向于这种模式 还有趋向于这种方式 虽然呢 不马上说我要独立了 然后我要成为一个新的国家这样子的一些话语的存在 但是他在细节当中 然后或者是在这个行政过程当中 慢慢慢慢的使国民意识到 这里是台湾 呃 跟过去的中华民国 跟这个过去的孙中山 呃 过去的蒋介石 其实这这个方面 好像似乎不会太多的让民众去记忆这段历史 而是记忆现在台湾现代化发展的一个台湾的一个具体的状况 其实呢 之前呢 可以通过一些实例可以看到哈 你包括这个蒋介石的雕像 嗯 当时呢 也是蔡英文在 一直在刚刚蔡英文上执政的时候 然后蒋介石的雕像就 呃 就就就就被移走了啊 这样子的一种状况 而且呢 蔡英文经常呢 去这个学校里边 然后就倡导小学生们 学生们 然后呢 一定要有就是多元民族 多元种族生活在同一个地方的这种意识感 这种意识感呢 也是有意淡化台湾的过去的跟中国之间的这种联络 那么台湾过去跟中国之间的联络 的联络人就是谁呢 就是孙中山和蒋介石 呃 所以如果说去孙中山 蒋介石这种这种历史化的话 也就是中华民国化的话 那么有助于台湾成为一个独立的台湾的这种意识形态的一个趋向 所以可以看到是有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的 但是究竟这次国民党的这种质疑是有没有真正的这个他的他的这个理由是不是特别确切呢 或者特别呃让人信服呢 或者是国庆筹委会真的说是过后需要把中华民国和国旗给加上呢 还是到最后也没有加上呢 这是完全取决于背后政党的一个政治意愿的 呃 但是这方面这个赖清德啊 赖清德他这方面也阐述 呃 他是行政院院长了 他说蔡英文呢 在他在任期间应该不会宣布台独的 对有关于这个事情呢 赖清德还有说到 大家都认定民进党在1991年的时候呢 就是台独呃 这个台独党就是呃 哇张主张就是台湾共和国嘛 但是没有注意到就是1999年的时候 民进党的台湾前 就是前书决议文呢 就是提到台湾就是是主权独立国家 名字叫做中华民国 未来呢会有前途就是由2300万人民来决定的 特别是施明德就是找就叫就是公布宣 呃公开宣布 民进党如果执任的话 不会对外就是宣布台独的这个事情的 嗯哼呃 所以呢呃 为什么说蔡英文呢 不会在他任期宣布台独呢 其实他是取悦于一个历史时间阶段的 呃 历史时间阶段就是呃 之前呢 陈水扁在任的时候 他也是在任了几年的时间 他也说要台呃 他他 当时呢 他也宣布了这样子的一个一个意见 但是另外的这个蔡英文呢 在这个历史时间阶段呢 在他的任期的时间段呢 他应该不会宣布台独呃 但是他不会宣布台独 并不代表他整个是台湾的意识形态 去向于另外的一种意识形态的一个步伐和进程的 呃 他那么在表面上他为什么不会宣布台独呢 就是跟目前的台海两岸的关系 目前台中国的情形 国际社会的情形都是有密布可分的关系的 呃台湾呃 在在中国这方面呢 现在中国的这个经济是就发展是比较迅猛的 然后呢 是就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而且他在国力上好像似乎目前来说还是呃 逐渐的在外交层次上逐渐的是有影响力的 在区域上也是逐渐有影响力的 所以呢 在这样子的一个时刻 他逐渐的会缩缩小台湾外交的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呃 因为有中国的这种压力和制衡 其他的国家呢 也不得不在中国的压力下 来来保持对台湾的这种态度的 所以在此情况之下呢 在这样的一个强势的一个 中国强势的一个时期呢 蔡英文应该不会宣布台独 然后但是 但是过后就是他 因为九十年五年到十年这样的一个阶段 他他也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时间段 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 应该也是习近平一直在执政的一个时间段 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呢 相信中国也是呃 这样子的影响力会越来越深远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那么台湾的外交空间也好 然后他的发展也好 他严重的受到了中国这方面的制约和限制 所以呢 在此在此的这个时间段呢 蔡英文应该不会宣布 在五年到时间内会发生 这样子他是会宣布台独这样的一个事情的发生的 呃 另外除了这个台湾这方面的话 我们再看一下中国这方面的事情 中国这方面的事情 我们首先看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 就是在宋代 嗯 因为中国有很多的这样的古代的瓷器啊 古代的这些古古董方面的东西 那么在一个宋代的乳窑瓷器 他在目前来说他在拍卖 拍卖的价钱还不菲 对 那他在这个星期二的时候呢 香港 呃 这数付比 拍卖会上呢 就是以219400万港元呢 就是成交 突破了中国瓷器世界拍卖的记录 当天拍卖的现场呢 就是呃 座无须急哦 那镜头的气氛也非常的热烈 收付比以800万 呃不是800万 是8000万港元 就是4200万零级起票 就是有多名的这个镜票者呢 就是增持了20分钟 经过了30口叫价后呢 这个拍卖品最终以另名买家投得了 那这个东西呢 其实是由这个台湾联电荣誉董事长 呃 曹新成呢 收藏的一件北宋的 挪瓦天青 奏洗的一个瓦器哦 嗯 是的 这个曹新成呢 是在17年 17年前购买了这个北宋的乳窑 那么据了解呢 就目前事件仅存的乳窑呢 是约87件 其中私人的收藏呢 只有4件 那么次拍卖为4件其中的 其之一了 那么在这个拍卖会议上呢 确实这个曹新成呢 总共拿出了15件瓷器 而其中的14件瓷器呢 预拍卖价为4900万港币 也就是约2600万令吉 呃 确实可以 其实我不 我们好像似乎 我是不太懂这个 这个鉴赏瓷器啊 鉴赏古董这方面的事情 但是对于行家来说呢 他确实是比较惊艳的 你包括他的天青又喜 如遗址 天青油脆 然后还有冰裂迎彻 瓷形巧微雅艳 鉴底三枝 马花细小枝丁 本为啊 这样子的这些词语 来描述这样子的一个词迹 确实还是蛮精致的一件事情了 不过对于行家来说 可以去看看 我们再看一下 19大的一些最新的消息 19大呢 在这个新华盛呢 也指出哈 今年的国家的领导人呢 这个就是领导人多半是选在贫困地区和边疆的少数民族聚集区 来选择来来来来来在那个地方选举出就是当党代表的这样子的一个席位的 对有关于这个事情呢 新华盛有说到今年的国家领导人呢 多半会选在这个脱贫地区 还有这个边疆少数民族聚集的这个地方 以展现兑现这些地区的这个支持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海外媒体对这个事情 却有另外一个解读的方式 他们认为这是为了打赏这个团伙的 所以呢 有譬如包括了就是当中的这个中共总书记 就是习近平在这个 在内的48名党和这个国家领导人当选19大代表的一个情况 所以有关这个文章呢 也有指数 就是习近平在4月20号呢 在这个贵州全票当选的这个宣党代表嘛 之后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 就是李克强 张德江 郁振胜 刘云山 王岐山 还有这张高丽分别在广西 内蒙古 新疆 云南和湖南 也是当选的这个19大的代表 嗯 其实呢 这个什么叫做当选党代表呢 其实如果你要参加19大的话 你需要选出每个地方需要选出一些代表的 代表来代表当地来参加19大的 这样子的一个会议的召开 那么国家最主要的几名常委会的领导 你包括习近平啊 李克强 张德江 余振胜 刘云山 王岐山 张高丽 这几个人呢 他们分别 其实之前呢 这样子的一个党代表 他们一是要选择他们的出生地 第二要选在他们或者是从政的地方 但这一次党代表选择这几个主要的人物 他们可以自己选择的哈 不一定是选择在出生地和选择在你执政的地方 可以选择在其他的地方 所以呢 习近平呢 就选择在贵州省啊 当党代表 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的让外界看来是 其实这几个国家领导人 他选择不同的地方就代表 其实当地 当地的一些的重要的战略地位 或者是说未来的国家发展的重要的区域 或者是说比较看重当地的一个经济的发展 和当地领导阶层的一个 给予当地领导阶层的一个正确的承认 或是正面的承认等等都含有这样这些意思了 所以呢 习近平呢 他代表贵州省啊 全票通过当当选了党代表 我们都知道习近平其实他不是贵州省的 他从曾经在福州福建从政过 然后他又是西安人 所以他又选择第三个地方贵州省 呃 那么另外的可以看到 还有李克强 他是选择的这个广西 那么张德江呢 是选择的内蒙古 那么于正生呢 是选择的新疆 那么刘云山呢 是选择的云南 王岐山呢 是选择的湖南 那么张高丽是选择的陕西 这几个地方呢 全都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啊 包括广西 广西 广西壮族自治区 内蒙古自治区 新疆自治区啊 全都是自治区 云南是属于南部的边 跟缅甸 跟缅甸边陵的一个省市了 然后湖南属于中部地区 然后陕西呢 也属于这个西北地区 所以可以看到呢 这样子的一个布局和定位 可以强调 其实这些地区呢 也许是未来的一个重要的发展地区 那么同时呢 或许也是一带一路政策的一个些桥头堡 所以呢 未来的十九大开会过后的主要的方向 主要的方向是哪些方向呢 你就是包括习近平呢 希望的通过化解地区阶层的矛盾的冲突呢 在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寻求平衡 那么这也将是十九大过后 中国政治演进的方向 这也是有关媒体的一些预测了 转发展稳定三者之间